能看见鬼魂的摄像头你想不想要 只要连上手机 你就能用它拍到鬼魂 黑妹在超市购物 在销售的忽悠下 她买了一台光环摄像头 因为最近和丈夫阿强刚搬新家 摄像头可以监控门外的访客 阿强觉得小区很安全 没什么必要装摄像头 黑妹说自己小时候时 父母因为贸然给人打开房门 导致歹徒冲进家里 父母双双遇害 阿强也不再说什么 贴心地为黑妹装上了光环 这天黑妹在家办公时 手机出现了光环的警报 可是当黑妹打开手机查看 门外什么也没有 黑妹觉得有点奇怪 于是她打开房门查看 看来是一只浣熊触发了警报 当黑妹准备刷牙睡觉时 光环再次发来警报 黑妹打开手机一看 一个老头出现在监控里 老头想让黑妹打开门 可是黑妹根本不认识她 她大声呵斥对方赶紧离开 不然自己就要报警了 老头不但不离开 还疯狂地想要打开房门 黑妹吓得赶紧报了警 阿强得到消息赶了回来 邻居听见动静来到了这里 她说自己车库有个摄像头 可以看见黑妹家的大门 可是当观看录像时 直到警方到来 根本没有那个老头的身影 就连自己家光环里也没有 警方觉得黑妹是做噩梦了 就连阿强也觉得她出现幻觉了 这让黑妹百口莫变 第二天晚上 光环再次发来警报 那个老头又来了 女人只是安装了一个可视门铃 她竟被鬼魂缠上了 没人相信摄像机能拍到鬼魂 就在黑妹和丈夫在家看电视时 那个老头又出现了 黑妹将手机递给阿强 这回能证明自己没有看错 听见老头喊自己妻子亲爱的 气得阿强拿起家伙就要给他好看 黑妹见状赶紧拦下了阿强 大喊着千万别开门 这可是鬼魂啊 阿强一听也对 她拿起电话打给了邻居 让他用镜头看看自家大门 邻居看了下监控 告诉她家门口没有人了 就在两人准备报警时 黑妹发现门口的老头不见了 阿强打开大门一看 屋外的确没有人 阿强看了眼光环 她突然明白了 阿强认为是黑客的恶作剧 可是黑妹说 昨天明明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第二天黑妹上网查找 果然发现了很多相同遭遇的人 可是黑妹想起好像见过这个人 在她高中时有个清洁工 所有人都不怎么待见她 只有黑妹跟她打过招呼 之后她就迷上了黑妹 疯狂地给她送东西写情书 后来清洁工就消失了 黑妹开始调查清洁工 她发现清洁工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说她已经失踪几个月了 黑妹在姐姐家发现了她的照片 门口的鬼影果然就是她 黑妹刚回到家 手机又收到了警报 那个老头再一次出现了 老头一直请求黑妹开门 黑妹问她想要做什么 她说自己不会伤害她 只是想再见一面黑妹而已 黑妹犹豫了许久 她鼓起勇气打开了大门 大白天竟然看见了鬼魂 她不停哀求着黑妹打开大门 当黑妹打开大门 可是老头又消失不见了 她观察了一圈并没有发现老头的身影 黑妹赶紧将大门反锁 可是当她一回头 老头竟出现在了客厅里 原来老头对黑妹一直很愧疚 她觉得自己不该在高中时期骚扰黑妹 所以她想当面跟黑妹表示歉意 黑妹接受了她的道歉 她也表示自己当年 也不该对老头有所偏见 得到原谅的老头笑了 没想到下一秒老头流出血泪 她跪倒在地上烟消云散了 之后黑妹在电视上得知 老头已经死去很久了 她的执念得到化解 所以她的灵魂消失了 黑妹本以为此事已经结束 没想到她又收到光环警报 她打开手机一看 门口站着一个陌生女人 她说自己叫阿珍 晚上在公园被车撞了 之后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可是阿强听见女人的声音后非常激动 她抢走黑妹的手机破口大骂 等黑妹拿回手机 女人已经消失不见 阿强将光环从门上取下 将她扔进了垃圾桶 黑妹前去公园调查 她调查后发现 这个女人竟然是自己丈夫的前女友 晚上黑妹询问阿强跟阿珍什么关系 阿强死活不承认和她有关系 黑妹只好拿出一个视频 原来这个光环有吸引鬼魂的能力 就在这时 阿珍的鬼魂又来了 原来黑妹把光环重新装在了门上 阿强终于说了实话 她说自己和阿珍在公园吵了一架 阿强生气开车走了 导致阿珍一个人被害 黑妹觉得这件事必须要解决 她打开了房门 下一秒 阿珍抱着孩子出现在阿强面前 原来阿强说谎了 当时阿珍是被车撞了 但是阿强非但没有救她 渣男为了不负责任 她用脚踩断了阿珍的脖子 阿强眼见事情暴露 她准备把黑妹也解决掉 可是阿珍怎么会放过她 阿强被阿珍无形的力量弄倒在地 很快蹊跷流血而亡 三个月后 黑妹搬到了一个新房子 没想到房东为她安装了光环 手机警报声响起 阿强的鬼魂出现在门外 看来黑妹要被阿强的执念所折磨了 影片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回见